要充裕了 看他杀进了2200的钱 大树存了1200 那么下一步出祭品吗 祭品已经狗头有了 完全可以出个bot 出个飞鞋 这样可以第一时间赶过来帮狗头 因为大树就灰澳叔叔在头 别人真的不知道该打狗还是要打树了 继续是刷野 听到一个插野的声音 捕捕王子又来了捕捕王子 我看到左边全部黑鸭鸭的 天天方的这个颜色 这边要出羊刀了 一边都是尖刃球加林肯 然后转羊刀 实在转不出来就憋个林肯 说错尖刃球加极限 实在逼不出来羊刀就出个林肯也可以 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损伤 这边狗头绕过来 主身不在这里吧 主身在那边晃 其他的分身在中路打钱 那么应该已经快二十五二十四级半了 左边还有个外塔可以拿一下 逼迫对方团战 然后打一波团灭 直接上高地 下路的话也可以拿 这就是逼的你过来 防守一下 狗头是分线在下路 这边推一会儿 刷一会儿兵 这一波高地 这个先插眼 因为塔的第一手闻不是他 第一手闻不是眼睛 这边捕捕王子C一下 十爆 十爆 十爆在打完 刚AOE完之后呢 那个输出非常恐怖的 狗头这个钱刷的也很嗨了 找过去就可以跳进来一个网 然后加一轮忽悠 相当于大树一个大配和猛马一个 大的效果了 可能时间比他还要 技能方既然不守我们 就继续拿下路高地 是不是这个意思 啊 周公司两个人过来刷钱 那么大树的钱 我们看一下 两千六 下一步是出什么呢 应该又来偷肉山 咒斯往上跑 技能方人在追 应该能 应该跑不过吧 这么远想要追上 依靠的移动速度差距 我觉得有一定的困难 没啃一个 啊 有的人问我刀踏之鸽是啥是吧 就那个什么 就那个歌 但我也不会唱啊 那个那个 那个我还没有好好学 然后都可以给大家唱 唱一次 我上估计要被喷惨了 所以我还不如 自己换一个别的歌 改一下来唱 估计发到youtube上 要要配这个 关联删帖的 那当然我的youtube 空间线也开了 那么国外朋友们可以来这里看 youtube的话 哦更新 我主要更新是国际赛事啊 国内比赛我可能就不怎么更新了 这边中路还要推吗 还是直接拿下塔 我现在看不出来 天天方的意图 那这样的话 可以中路直接跳过来 打一波先手的 以这样的一个站位 因为死刑龙 我们看果然是 跳过来 先手一个网 扣手忽悠来 操作非常到位 又是一套combo 打上去 二连 继续追死刑龙 火燃和耐打 倒了 摸了你的站位不够猥琐啊 这个当年风骚走位在哪里呢 综续可以上高地了 没有对方的 对方一个最主力的一个输出啊 没有了 其他输出只能说是一般般 挑战NC 这个就是把肉发挥到底啊 挑战NC 真的很耐打 你想想他 他可以捡你弓 他有能奶 他有能捡你的这个反复伤害 黑王道没什么意思 主要 这个眼点是可以不让他打到的一个眼点 非常关键 这边也吹了一个风 是招的那个小销兽放的 这个销兽在魔龙世界里面 都可以变了 可以变的 一只抽篮 把大树篮耗干净了 不让他放大 非常清晰的思维啊 一个斧子挂兵 挂了很多啊 这个挂的非常转啊 小龙也在里面干扰别人 这风放的非常的nice啊 下火雨 这个风我们看到天方恶心坏了 被这个风 那当然在6.54 AI娱乐版里面 也有这个风之子这个英雄 大家可以来使用一下 那AI地族呢也会在正式版啊 或在路人网 在下周内首发 那么加了一个新英雄威胁者 一个技能叫做我的朋友烧烤 什么野外烹饪 乱七八糟 这种技能名字非常的 非常的贱的名字啊 这边我老出一个这个棒棒 魔力震动棒 啊 一位堕落的女性 曾使用过的强力法杖 这边密法的宙斯 往原位也跑什么呢 帮着拉野吗 你觉得你的这个作用 也相当于一个厚的小块 是吧 那这些大树也是 出了一个这个 下一步出兵甲可能是 因为这样的话可以把团供发给到底 而且兵甲也本身撑蓝 嗯 出防刀我就概率不大 对方也没有什么好控制 出兵甲的话 把这个团战的混乱进行到底 可以方便自己这个权力输出啊 现在团战就是要个乱 但是刚才那个乱呢 是金铁房制造的乱 是金铁房不愿意看到 用了天人之后呢 当然金铁房喜欢乱了 大屁股AOE 施暴以及这个 狗头的忽悠 老鼠的灰药 这些都是非常 无解的伤害啊 伤害都非常高的 拿了一个不朽 跳舞来一个王 没想到 这边 实际上这个大树如果再配上冰甲 那个后甲真的很耐打了 太耐打了 大树也是不想浪费自己攻击力 直接是A大的 稍小的 为了加快这个farm时间 大家可以记一下 当然前提是你耐打啊 你要是个Wlock 你还可以这么打 你Wlock你能出货药 我也就比较服你了 这边三个狗头在下路晃 真身在哪里 我们看不到 真正在这边 哦 狗头这下有点 伤啊 忽悠走 漂亮 这才是真正的 这种 非常冷静的狗头啊 狗头非常需要冷静 不冷静是不行的 这边也是在肉山这边遇到了 顶住了 紫英龙 那么你的紫英龙输出 输出已经不错了 已经出了灰药了 1800写有灰药 那么这个输出非常猛的 但是呢 法机还没有利用起来 如果能出货安命就更好了 但直配加巨王也可以 他们说了这个打法不拘泥于某一种出法 所以DPS更加是这样啊 DPS比辅助还要那个 嗯 哦 那这比赛不会Rod了吧 这时候实际上我觉得 看是快完了 不过金位已经没得打了 好长住 冰甲 冰一个 我老一颗大 这个团控接着太完美了 宙斯一个大 这边继续往里推吧 戳起 还想走吗 定住了 没定住人 紫英龙绕过来 那么天天方的人赶快集结一下 中路要push上来了 狗头一个真身上来 甲神可以直接忽悠来 下路可以顺便带兵赚钱 只能甲神在这边不好操作 还干扰那个 还吃AOE的第一轮伤害啊 这样可以躲背第一轮 又跳过来网 网住了狗 呃网住了这个NA 一个兵甲甩上来 忽悠过来 死了 直接上高地啊 这边又是一波团战 射亡一个大 网住这边两个野怪加上一个NEC 上面宙斯输入比较棒 直接忽悠倒了NEC 野怪一直被打跑 BM也是被黏住了 减速直接黏住 摸了尼被忽悠被定住 没有人理他根本就 输出最后才打摸了尼 这边直接围的 摸了尼倒了 那么金卫方几乎这个团面 只活了一个没什么用的陈 好了那这场比赛呢 金卫方也是 没说失败了 没能打了 这个要能翻盘 真的是我都 这个如果能翻盘呢 我以后扣鼻子我用脚来扣啊 哎 跳过来被网住了一套 连这个小龙都可以网的 非常爽 继续一个后手的冰甲 跳过来 A死了 赵云的Catian Spray 啊 干掉Milk 金卫这边 最终是无奈 打出了奇迹 好了各位再见 我是嘉飞燕 那么简要总结一下这场比赛呢 MVP我们应该给赵云以及CCO 那我觉得他们两个发育的非常好啊 狗头几次非常漂亮的护育小声 给我们一下深刻印象 那么赵云的发能力也是 我后续出兵甲这个威力啊真的非常强大 正名的TP出兵甲打残空路线 面对对方有这种抽篮的啊 称称些智力 这样我觉得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 啊进去这边悲剧人物我们给了谁呢 北京人我给 我给这个 NEC 我给NEC 不知道大家怎么想 好了各位再见 我是嘉飞燕